光怪怒离,神秘无尽,灯灯天怒,踏上歌行,弹指遮天,顺为凡案,命则仙,志在心中,命中间。 大家好,我是周金西的小师妹。 今天小师妹来给小伙伴们说一说陈家尚所知道的话皮衣。 秦汉年间,都尉王生率王家军在西域与沙匪激战,王生从沙匪中救回一角色女子小维,并带回江都王府,不想,此女乃九霄美狐小维,披人体所变。 其皮必须用人心养护,一直跟在他身边,喜欢他的西域精小艺,每隔几天就杀人取心供小维使用。 以表对小维的爱意,故此江都陷入一片恐慌之中,小维因王家军首领王生勇猛英俊对其萌生爱意, 并不停用妖术诱惑王生,想取代王生妻子佩蓉的地位。 佩蓉好几次看到小维行为异常,开始怀疑小维是妖,并和丈夫说了她的怀疑,但是王生不信。 正好这时候,之前喜欢佩蓉的勇哥回来了,他就去请他帮忙,正好也遇到了一个除魔师。 勇哥和除魔师上门去捉拿小维,佩蓉也当众说出自己看到的,但府里没有一个人相信小维是妖。 在寻找证据无果后,佩蓉流着泪向小维道歉。 小维说她喜欢王生,希望和他们在一起,希望可以拉她为妾,但是王生拒绝了她,并向她表示,彭夫人只有一个,那就是佩蓉。 之后一晚上,小维在佩蓉面前故意露出妖怪的样子,并当着她的面挖了高大哥的心池。 佩蓉请求小维放过王生,叫她不要杀人。 小维答应了,但佩蓉必须替她成为人们口中那个吃人心的妖怪。 在喝下妖毒后,佩蓉变成一头白发,颜色苍白的妖怪,她代替了小维,成为了那个仁仁得忠致的妖怪。 当小维以为自己的计谋终于得逞了,她终于可以做王夫人的时候,她怎么也没尿到,王生对佩蓉的爱竟然深入骨髓。 她虽然杀了佩蓉,但自己也选择了自杀。 伤心逆绝的小维被阿勇偷袭,只得变回妖身。 她想要用自己千年的法力救回王生,但妖丹被小义抢去,阿勇和触摸师粘手出了小义,不仅抢夺回了妖丹,还夺得了小义的妖丹。 最后,小维捏碎两颗妖丹救回了所有死去的人,而自己变回了一只白狐。 小伙伴们都知道,画皮是根据普松林所著的小说《聊斋》之意中的一个小故事改编。 画皮拍过很多个版本,有电影版、电视版,追溯过去。 画皮最早版本应该是爆方所知道的画皮1966版。 画皮是一个鬼故事,陈家尚所知道的画皮变像是不纯粹的爱情片,所谓魔幻的部分不过是浮料,要弄恐怖更是没有。 而爆方所知道的画皮1966,那才是一部纯粹的恐怖片,与原著更为贴近,并且因上映时吓死过一位老太太而未尽到现在。 总的来说,不管是哪个版本的画皮都各有各的特色,或恐怖或魔幻。 因为普松林大师的故事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剧本,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观看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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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